Welcome to IT Handyguide Tutorial, My name is Kevin 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Tutorial 我们就来建立 用透过OpenSSH的方式 建立PublicKey和PublicKey 那我们就来这边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讲义的部分 然后那也是 这边快速跟你复习一下 我们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点这边来复习我们的Key指令 我们有两种方式可以建立 PublicKey和PublicKey透过OpenSSH的方式 一个是打这个指令 第二个是打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你从今天开始可以丢到垃圾桶 那你要记的是这个指令 因为我们需要打的是Key卡面进去 那我们的Key卡面 通常会是长这个样子 通常会是GitServer的名称 然后加你的username 就是你GitServer上面的username 才可以知道说这个Key是用在 GitHub上面 用在这个Account 而且是用在这台电脑上面 如果你今天是ProjectKey的话 那就会是 这一个Key是用在GitHub上面 用在这个Account 用在这个Repository 然后用在这个电脑上面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Key 那接下来如果你的Key已经存在 就按yes 它就可以override 然后接下来设定密码 密码是肯定要设的 当然不是设1234 那你这边就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你要设什么样的密码 OK 然后那这些指令就是透过OpenSSH 来建立PublicKey跟PrivateKey 那PublicKey呢 是要复制到云端上面 然后这个PrivateKey呢 则是保留在你的本地端 那这个KeyComet呢 要么就是长这个样子 要么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是我强烈建议的 OK 然后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实际上来操作一遍 那我们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一个地方呢 我们是有两个Key的 第一个是这个Key 第二个是这个Key 第二个是这个Key GitTotorialTW GitTotorialTW LX 会有这两个Key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来做一个新的Key 那你可以在任一个路径 直接打开GeekBash 那我就在这个随便一个路径 打开GeekBash GeekBash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Copy这一行嘛 那我把这一行就把它Copy 那我就可以把它贴到我的 这个地方来 然后按Enter 那这边就是它的Key Command 就是说我要用在GitHub 这个账号底下的这个电脑上面 那这边就是给它一个路径 那这个路径呢 我要给它是这一个 好 那我这个路径给它 然后它就叫我要射入密码 我就1234 1234 好 那这样就 密码没有match 234 1234 好 那我这样子就打正确的密码 它就有match 然后它就会产生 在这个地方就产生public key跟private key 好 那这边这个Key 准备好之后啊 那我们再准备第二个而看的Key 第二个而看呢 你会发现说 就是 这边也是跟你强调一下 你可以把这个PUB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它的这个地方呢 Key comment 这是我刚才输入的Key comment 这边之所以会长这个样子 是因为我当初在打Gey指定的时候呢 我给它这个Key comment 所以你才会在下面的这一个地方看到 你才会在下面的这个地方看到说 这是你的Key comment 它是用在GitHub的这个username底下 的这台电脑上面这样专用的 好 那我们这些东西都搞定之后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 好 首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就是 呃 第二个Key 第二个Key呢 就是我们要来做的是另外一台电脑 我看一下 对对对 这第二个Key 第二个Key我们要用在另外一台电脑上面 好 那用在另外一台电脑上面呢 好 那我这次要给它输入的是这一个 好 这个指令 好 那这个指令呢 也是把它贴上去 然后按Enter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问你说 你要把你的Key存在哪里 预设会存在C槽啊 这个地方 但是我不要嘛 所以我会把它存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存在我的D槽 然后那我这边就是把它贴上这一个路径 然后叫他叫我说 问我要不要密码 1234 然后1234 我的密码就是1234 所以呢 我现在又有第二个了 我现在又有第二个这个Key 第一个是没有Alex的 第二个是有Alex的 那我现在就有两个Key 好 那这些Key都准备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放在这个GitHub上面 好 那我第一个Account 这是我第一个Account 那这是第二个Account 的这些东西 那我怎么放进去呢 其实就是去这个GitHub 然后接下来要点Setting 然后点这些东西 好在左手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GitHub的部分 好 那这个是我们GitHub的部分 这第一个Account 好 然后要怎么加进去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选的是这一个Setting 好 然后在左手边呢 选的是这一个 那我们就来加入一个新的SSH Key 然后那这个是没有Alex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账号是没有Alex的 这是GitHub的TW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右键 然后把它选的是 好 打开来 就把这一坨东西整个Copy一下 然后关闭 然后我们就把它贴到这边来 好 然后那最底下这一行呢 就可以把它贴到title 好 然后按Add SSH Key 这样就搞定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Account的SSH Key 就搞定了 那第二个Account呢 要怎么去搞呢 第二个Account 诶 第二个Account要搞的方式很简单 第二个Account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是GitTWLX这一个 好 然后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打开来 然后我们要Copy这一段 好 就可以关上了 Copy完之后呢 一样就是在这里 你要选的是Setting 然后接下来你要选的是这个SSH Key 然后加入一个新的SSH Key Key给它 然后这个title呢 也把它存一下 到这里来Add SSH Key 好 那我第二个Key呢 也准备好了 所以我现在呢 两个Key都准备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对 就没有其他的了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来做Key clone OK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OK